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壶泡子酒承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家乡吗 在乐山西坝镇一杯米酒代代相传 酒香绵延 是传承 是乡愁 也是独属于西坝的烟火人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着酒香走进身相一品美酒 走进高庙白酒的诞生地 高庙老街 这里似乎从不曾被外界打扰 时光缓慢 光影灵动的老街旧巷里 风轻轻一吹 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芳香 轻蔑罪人 这是酒镇上独特的气味标记 缓缓地蔓延 慢慢地发酵 四骨之情 油然而生 怎不叫人心醉 怎不叫人魂牵梦绕 每一位好酒都与一方山水密不可分 峨眉瓦屋二山 绵延相连 风轮叠脆 奇鲜秀美 是孕育高庙古镇的摇篮 这里雨水充沛 常年平均气温16到18摄氏度 繁殖着大量的微生物群 张河与礼河从深山而来 环绕小镇而过 又交汇于镇口 形成青衣江之流 花溪河之源头 一脉清泉 叮咚流淌 给古镇带来生机与活力 这花溪园并是高庙白酒之源 接着是我们这个花溪园的时刻 这三个字是很有来历的 因为当时我们清代的太子太宝 珍碧光 也就是我们柳间古镇增加大园的这个仙主 他喝了我们这个高庙白酒以后非常喜欢 当他晓得这个凉酒的水是取出我们这个花溪河的源头 他就欣然提词写下了花溪园 就是这三个字来的就这样了 花溪园是三个字就这么来的 戴建勇 高庙白酒第五代传承人 出生于白酒世家的他 从小在酒坊中长大 耳濡目染 对白酒有着特殊的感情 跟随他走进百年酒坊 花溪园酒坊 浓郁的酒糟香扑鼻而来 游走全身 唤醒每一个细胞 只见今年日酒净润在蒸汽中的酒坊 处处覆盖着一层酒均 就像披着一层沧桑的皮肤 方中酿酒器具皆为木质 酿酒工来回穿梭 一派忙碌 戴总 那我们这个高庙白酒 我们选用的这个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呢 是来自我们东北的最好的优质高粱 你看就是这样 可力饱满 皮薄 而且很没有杂质 这样的话它里面的这个淀粉含量高 我们酿出来的酒的酒汁就很好 泡粮是高庙白酒酿造的第一步 将高粱清到池中 用8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浸泡 季节不同 泡的时长也不同 这个作用主要是我们让这个粮食受热膨胀 增强它的吸水性 在下一道工序的时候避免它的淀粉流失 泡好后的粮排水滴干 四日出蒸 出蒸又称干蒸 用大气将净后粮食蒸30分钟 而后加入40到60摄氏度的蒸流水 慢慢焖煮 工人掌握着火后 将高粱煮至软硬适中 没有数十载的经验很难做到 煮好后还需进行附蒸 才能出蒸摊量 这就是附蒸好的 我们就放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摊量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附赠好的 它这个水分和这个硬度就刚好合适 酿酒工人将热糟倒入糖化箱中 用咸熟的手法将糟铺平 根据借节和气温控制着摊量时长 工人随时用手感受酒糟的温度 在合适的时候下入酒区 工人的手就像电魔术一般轻盈 随着手腕的转动 吸入面粉的酒区分飞其物 均匀地落在酒糟表面 再用木铲将驱拌匀 为了让每一粒高粮都能裹上酒区 需两次下去 两次翻拌 拌好的酒糟做好香 均匀地撒上骨壳 随着工人一丝不苟地抛洒 骨壳随风飞扬 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直到二到三厘米厚的骨壳 将酒糟香完全包裹为止 为确保温度适宜 工人会在香中插上温度镜 不时便会观察温度变化 此时工人会将事先消过毒 沙丸菌的熟粮配糟取来 倒入香中 再覆盖于香上轻轻扒平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入香陪菌是最为复杂的工序 也最为考验酿酒工人的水准 我们这个环境 用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能做好 因为它这个配糟的厚度 和我们旁边的酿出来的通道 对我们这个高粱的这个糖化 就影响非常的大 它如果这个厚度厚了 它通风不好的话 它这个糖化效果不好 它就容易烧香 然后呢 它出来的这个产量就很低 酒质也比较差 入香陪菌 糖化 整个过程需要24个小时 高粱里的淀粉 在时间的催化下 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葡萄糖 糖化好的胚子 与骨壳和配糟搅拌均匀 倒入池内 拍打紧实 盖上竹巴 再敷上厚厚的酵泥 发酵八天 我们这个步骤呢 就是入池发酵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我们量酒行业有一句话叫 千年老叫万年糟 酒好还需叫池老 其实就说的是我们这个 叫池和这个叫泥 它非常的重要 就是发酵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对 那咱们这个叫池和叫泥 它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它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叫泥呢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 这个微生物的菌群 那么在我们发酵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叫泥里面的 微生物菌群 就和我们这个发酵的 招配里面的微生物 它不断地进行一个 交换和共生 产生无穷的变化 这样它就会产生 更多的一个风味物质 让我们的酒的这个 口感和风味更好 发酵生香 泥土是关键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叫泥 来自瓦屋山深处 配上世代传承下来的秘方 经过八天的发酵 有基酸 醇类 脂类 泥类等风味物质 在轿池里默默地滋长 不断地复合 犹如复杂的排列组合 方程式一般 造就高妙白酒 独特地相形 八天过后 起泥取糟 迎来蒸馏取酒时刻 蒸汽一上来之后 然后蒸汤给它扛起 经过这个锅气筒 给那个冷却吃 捏着去 去经过冷却 然后把这个酒就从地下挂着 也从这出来了 也从不冷却 要经过成分 高调之后才能喝 蒸馏时 掐头去尾 分段摘酒 圆酒虽香 让人忍不住 想尝一口 但味道浓厉 辣喉 犹如不羁的少年 棱角分明 取完酒 工人们并会送酒入库 将圆酒倒入室内的桃坛里 世人皆知 桃坛是圆酒静养的绝佳之地 对酒的陈化生香 起着极好的促进作用 这每一个坛子是装多少斤的呀 我们老厂这边的一个坛子 就是千斤坛 每一个酒坛里面装一千斤 我们新厂那边是炖坛 每一个酒坛里面可以装一吨酒 那咱们这一个酒窍里面 这个坛子应该就能够达到几百个吧 有四百多个 四百多个 俗话说酒是沉的香 一年一个味儿 时间才是最优秀的酿酒大师 在漫长的盛放过程中 桃坛就像酒体的皮肤 外城阳光雨露 日月轮回 内则不断地与酒体交换呼吸 让酒体充分老熟 口感风味逐渐变得协调 风满细腻 风满细腻 酒体轻盈 轻烈如雪 不同年份的酒呈现不同的色泽 与香气 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守护下 发扬光大 走出洪雅山区 在全省小区清香型白酒中 名列前三 扬名四行 在高妙白酒 产品品贴质 产值提升 产业振兴的同时 乐山前围 也有一款美酒 已飘香近千年 孝孤镇 位于四川省前围县城东南处 这片靠着明江边的川西古明居 古时是前围县最著名的水码头之一 因此 当地的各行各业都较为昌盛 南来北往的客商挑夫 在这里歇脚休息 吃吃喝喝 去泪解乏 临江的地理位置 铸就了孝孤各行各业的繁荣和兴奋 其中最盛时期 孝孤的酿酒作坊 几达三十二个 小镇的上空常年热气蒸腾 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酒香 如今镇上仅剩一家 在坚守传统酿酒工艺的老酒房 寻着浓郁的酒香 在一条小巷的尽头看到了这家老酒房 古朴的院子装满酒的坛子 大红的灯笼 简单原始的酿酒器皿 一切都充满了骨蜜 彭大龙是这家酒房的主人 他是在酒窖旁出生 在酒房里长大的 一生爱酒奴命 二十二年前 彭大龙接下了这个 明江边的小酒房 就一直固执地在这里 潜心酿酒 每天凌晨四五点 彭大龙和工人们就开始酿酒 孝孤镇的第一丝烟火 就起于彭大龙的酒房 从百年老酒房中 窜出的酒香 融入浓浓的黎明中 富裕悠长 令人沉醉 我们的这个泡子酒 我们选择的原料是 纯和红高粱 因为高粱酒比较纯 要好喝一些 时间长一些 我们在挑选高粱的时间 要选择口的饱满 电饭含量高粱 酒造前 彭大龙用铁铲 把锅中浸泡着 即将蒸煮的高粱 搅拌洗净 还要经过蒸煮 摊量 在摊量二十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已经放入 因为我们的那个角尺里面 这个角尺有点特别 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了 你是一个老角尺了 有厘式的老角尺了 在角尺里面 有很多维生物 酒菌 酒造进入角尺 酒菌和维生物 进入与酒造相结合 慢慢地发泡的 酒造里面 使酒能够更文化 更香 更穿 经过二次发酵之后 并可蒸留美酒 清澈的白酒 缓缓流出 酒香四溢 令人沉测 成品装潭之后 先期风藏地窖 泡子酒经数年窖藏 酒液清澈透明 酒香药香兼备 醇和绵柔 是独属于前为人的 香愁和香味 而顺民将直下 来到隶属于 乐山市武通桥的 西坝镇 并可品尝 西坝三绝之一的 西坝米酒 西坝米酒 取法于东汉之石 取料为本地河谷 土法经养 藏之灵地 苏东坝笔下 煮豆为乳 辣为酥 高烧油煮 蒸蜜酒 将其比拟 蜜酒则为西坝米酒 西坝米酒 最早发现于东汉时期 居然是上千年的历史 当时民间 凉米酒和米酒 已经是比较普遍 但是水准历史的推移 整整大型的时候 是到了明朝晚的年纪 物幻星移 时光流转 米酒酿造技艺已于千年 制作米酒的技艺 也为城市后裔 代代相传 延续至今的 仍然是最传统的技法 陈英华告诉我们 要做出地道正宗的西坝米酒 第一步 需从糯米酒的酿制开始 这个做米酒 最关键第一步是雪凉 首先要看过我们这糯米 是我们本地产的 本地产 而且要求是新米 西坝镇拥有着 良好的精华灌区条件 加之土地肥沃 农业较为发达 水道占据着 西坝农业生产的 半壁江山 油渥的河本资源 为西坝米酒的酿造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加进冷水里面就清吧 必须要用冷水 必须要用冷水 而且我们用的 是通过所有 像个进化了的 凉水进的水 这个水月一出来 我们就热地下水 好 地下水 都说这个水 咱们西坝这个 凉水井的水 是甜的是吗 对 应该是原料要好 要奔底产的 当年的这种螺米 大概水之要好 水之要好 水之要好 二者都不可缺 都不可缺 还有一个要素 就是极速要好 在西坝镇 有一片年代久远的 梭罗林 由此处净化的 溪水清裂甘甜 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而这样的水 成了制作米酒的 绝佳之学 这就是我们已经泡了 十多个小时的糯米 让它充分地吸收水 吸收水 怎么判定它呢 用手液 手液泥 比较融了 以免没有的米形了 基本上就可以了 捞出来 好了 长出来 捞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蒸了是吧 就上蒸去蒸 蒸煮大有学问 陈云华说 蒸煮过程 要保持火势的连续性 中途切不能闪火 也就是火势不能中断 蒸煮时长也很重要 时间不足 出酒率低 时间过长 酒里水分重 而要如何做到 恰到好处 却全在陈云华的 几十年经验与眉眼里 好 切开 好 切锅 我们怎么判定它蒸好了呢 陈老师 我们就设计要把它调来 还不能调面上的 调去中间的 中间的 调起来 调起来 我也来 你调起来 加一点点吧 好 一个是比较油腥 再一个它比较炸在一起 切成我们这个世界 就刚好是 吃起来已经甜甜的味道 很好吃很多 我再加一块 蒸好的糯米紧接着要进行冷却 刚出蒸的糯米温度过高 降温就是防止其过度熟化 继而导致后续出酒水分过多 温度降下来之后便要失取 酒取投放的多少也尤其烤旧 温度酒取二者皆是糯米最后是否能变得香甜的关键要素 结果还有失取比例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酒又多了 它也要影响酒的口感 如果酒又烧了 它也要影响酒的残量 所以这个比例就是我们自己摸出来了 全在自己的经验里面 糯米拌好酒取 接着就要入缸糖化 在酒取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 糯米所含的糖分被稀数分解 一呼一吸间 吐纳的是糯米的精华 在时间和温度的怀抱里 终将成一缸 纯甜甘烈 入口回香的美酒 现在就是我们 谈花好了这个糯米 糯米 糯米饭 经过四天的这种谈花过程 现在已经谈花好了 我们现在开它看一下 哇 大概就有一个天酸味 对 就是那个米腐制的香味 而且就感觉空气当中 都有那种甜味在里头 对 壮若白棉 团而不散 香气浓郁 用手一捏松软化渣 这就足以证明 糯米发酵成功了 但这仅仅是漫长过程里的第一步 正宗的西坝米酒 是由糯米酒和大米酒混合配置得来 所以 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 便是大米制酒 优选本地大米 粉碎后 配上上一轮蒸馏过后的酒糟 以及干骨壳搅拌 蒸好后 出锅进行冷却 并加趋糖化 再入酵进行发酵 让米粉中的糖分再转化为酒精 现在就是我们 看着我们的这个馆子里面 流出来的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的 就是刚刚从这个枕子里面 蒸馏过来的这个酒 真的是 整个空气当中 敷面的都是这个酒的味道 历经无数的繁杂和琐碎之后 大米酿造的酒便成了 而要喝到真正的西坝米酒 还需要匠人的精心调制 这一碗是刚才我们来面熬煮 好弄的那个分离出来的汁 冷却过后 已经冷却之后 装这个碳子里面 这一碳是用蒸馏 蒸馏出来的大米酒 的老酒 就是我们这个西坝米酒的两个 出生部分 一个是大米酒 一个是糯米酒 好 按照一定的比例 加上飞翼传承下来的这个 木仪 咱们是有秘方 有秘方的 这个木仪不能随时把这个东西 好 调制让西坝米酒 有了独属于自身的味道和特点 而随着时间推移 更会多出独属于它的绵柔甘甜 优雅温和 西坝米酒 虽不如大排酒的在外名声 但却有着独属于西坝人的乡愁记忆 它承载着幽远的历史 续写着绵延更续的传承故事 更写意着这里的人情风土 饮食文化 每一杯都有它独有的分量和韵味 米酒之于西坝 好比悠悠三千福生梦 更是滴滴沉眠 岁月香 还是山坡 你这么生 angry 你的 十字兰 这个人 你这么生虽 你脾不知道 我做的 你这么生虽